好,我們來玩這個搶答機 你看73頁這裡 我這裡寫錯了 就是你打開它 那各位的畫面是像這樣 那你一執行之後 我會先請你輸入你的名字 然後呢 就是 你的名字會顯示在這裡 好,那待會呢 我那邊 我的頻道在這個 有沒有,0720下面這個 好,所以呢 老師這邊 你們看那個綜藝節目主持人不是說 開始搶答 還可以算嘛對不對 所以你 還沒有開始搶答的時候沒有用 你看執行 有沒有這裡跳一個名字 這樣了解嗎 你就在這邊打一個你的名字 用中文英文都可以喔 假設我用teacher 好,有沒有 你的名字就在這裡了 待會如果我按開始 我說開始的時候 你就按 這個 可以嗎 這裡是搶答的喔 好,來我先等老師一下 你幫我執行一下 你看 你要打中文打英文都沒關係 那我這邊要執行的就是 74頁主控端 好,主控端喔 你看喔 我在這裡 好,那我也執行喔 OK 有沒有 其實 程式事實上都一樣啊 類似啦 但是 我要按 這個 我的 開始玩 你們等一下看一下喔 我會 按一下 這個 黃色的怪獸 然後 就會開始 可以嗎 我先把畫面還給各位囉 等一下你會聽到一個 的聲音 就開始搶答 藍色的那一隻喔 可以 好,來我按下去 紅色的 我的沒有執行 等一下 開始 蹦蹦就是開始了 喔 來 你看看 我給老師看一下畫面 我們來看看誰是第一名好不好 你看 童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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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第一名耶 這樣有沒有了解什麼叫做搶答機的 你們每個人按出來會有時間落差對不對 那我就抓第一名嘛 這樣有沒有感受到了 所以 你看透過NPUTT 雖然我不是拿來物聯網應用 是不是一樣可以玩 好玩吧 有機會你再試試看看